在刘根健看来 自己的胳膊就是真正的神兵 其实刘根健是登峰城里 一所学校的厨子 每天他要为三千七百多人做饭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后厨竟藏着这么一位铁臂高手 对刘根健来说 切顿 打蛋 炒菜 和面 样样都是功夫 练功就是做饭 做饭就是练功 在经过了铁与火的磨练之后 兵器的意义又回到了原点 那就是功夫人的身体 随身携带又深藏不漏 这才是功夫人最厉害的兵器 有练功夫人最厉害的兵器